就是现在 撞死了 小琪 有没有人啊 帮帮我 有没有人啊 你这贱人 你让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继续搞科研了 程雨柔 自作你也不可活的道理 你不是不懂 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你 他已经出去了 你可以动手 就是现在 撞死了 妈咪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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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你别睡 小琪你怎么样了 小琪你进去看看妈咪 有没有人啊 帮帮我 有没有人啊 昨天来了个出货病人 用掉了医院所有的什么鞋 什么鞋 医生我鞋 出我的 好 走 出我 跟我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慌什么 这又不是你开车撞的 周二人的司机处理好了吗 我忘了 昨天晚上他撞了那个孩子之后我就害怕到逃跑了 什么孩子不是周琪也 不是 不是周琪也 你们聊什么孩子呢 唐阳 你怎么回来了 没什么忙的 就回来了 要是那个孩子死了 我是不是就是故意杀人了 程颖 你说什么呢 你们不会要告诉我 今天在你家门口的那场车祸是你们找人做的吗 不是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要杀那个孩子 我就是想给周琪也一个教训 圆圆 怎么办 警察会不会找我呀 起来 你们胆子是真大呀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撞的是谁的孩子呀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就是一个孩子吗 把司机处理干净 谁还会有证据 那是霍子霄的儿子 霍子霄 我们热身金被首富了 圆圆 你怎么知道那是霍子霄的儿子 现在京北市医院内部都已经传疯了 怎么可能